一件一件來看 我們從第一件來看 好不好 來 今天的這一件 你買多久了 這一件 差不多十幾年了 十幾年 對 在哪邊發現它的 買這種 買這種 你身上戴的 對 買這種東西 真的不錯啊 不是啊 買這個 簽子去給它修理 對 然後 修理差不多兩次沒有 第三次去看到人家的東西 就開始一直看 盯著看 盯著看 看了就看了 就喜歡了 你不擔心說這種東西 都是出土物件 會不會是當年什麼陪葬品 還是你不會擔心說這種 不會啊 我們沒有去害他 什麼 對嘛 那幾百年前我們哪害得到 對啊 是不是 我們如果沒有去害他 也沒有去下去 那東西他也要帶他 他自然就有 那東西他也沒有帶他 你看怎麼他也不帶 來 買多少 那喔 這一尊 那尊買一萬塊 一萬塊 十幾年 十幾年前 因為我覺得以前我們常常講說 有一些是這種出土的這種陶藕有沒有 然後他看起來 脖子這個地方有一些 好像有那種歷史的痕跡 好像看起來是個老劍 但是不是我們評估之後 再教您看 好不好 來 曾教授 這個是陪葬的 這是陪葬的 陪葬品 因為中國古代的時候 老公都陪葬 他有陪葬的這種禮俗 以前是用真的人去陪葬 後來就太殘忍了 春秋時代慢慢空子 空柱講說不要這樣子 慢慢的 就習俗都慢慢改變 就發明這個泳 是 這個陶泳去陪葬 木泳陶泳去陪葬 所以是這樣來的 是 這個就是陪葬器 陪葬 那這個陪葬器 因為他做的方法 當然用泥巴 對 所以這個都是屬於千柚 千柚 所以它是低溫的 低溫燒出來的 低溫燒出來的 是 千柚 那從唐朝的唐山采 一路走到清代 都有這種千柚 有這種千柚 是 好 那我們先評估看看 再教您怎麼看囉 請 請建價 一千五百元 買貴了 所以它 是後房子 這件是後房的 後房 我跟你講 這個千柚 它是低溫燒的 所以它比較容易裂 它比較容易裂掉 所以一般來講千柚 經過時間的這個 分化以後 它會有很多裂痕 然後又要跟以前不一樣 我們現在有幾張圖片 你來看一下 好 來看圖片 這是古代的唐山采 但是它是彩繪陶 畫上去的 畫上去的 像是女泳 然後我們看下一張 這是在博物館拍的 你看是彩繪陶泳 它上面顏色掉光了 是因為它經過風化 它就時間不見了 所以它一定要有年代 好 下一張 你看 這是我拍的細節 你看 有沒有看到 像蜘蛛網一樣 真的耶 有沒有 那你那間有沒有 沒有 你那邊有 但是開裂很大片的 是 所以它年代不會很早 好 接下來 我們來看看下一件 據說這下一件呢 是就是跟你有心電感應的那件 是不是 他說把我帶你家吧 這看起來好像是 有點像那個紅箱文化 我們那時候說很像外星人的造型 在哪裡發現它的 它怎麼跟你說話 也是在那一間買的 也是為了要去修那個項鍊的頭 把它帶回家 為什麼它有呼喚你 那個是沒有呼喚你 你覺得這個有呼喚你 那不是啦 那看了 他就跟它不一樣 他就回家買 那這個呢 這個是怎麼呼喚你 你說說 這個 這個是看 張先生喜歡奇怪的東西 對... 特別的東西 對 特別的東西 越奇怪的東西 越想收 收購價多少錢 五千塊 往前站 五千塊錢 買一個開心啦 而且你就想說 我跟他講很奇怪 跟一般的這種 陶用也不一樣 對不對 所以就... 不妨收著吧 收著回家都放在哪裡 隨便放 禁猜 對啊 隨性就好了 對啊 隨便放而已 也還沒有研究過那是什麼 那你聽過紅山文化嗎 沒有 也沒有聽過 好 沒關係 我們待會兒讓教授 幫我們好好來唱一首歌 就是靖怡講的 紅山文化 距離現在大概六千年 到七千年左右 這個東西其實 都是在當時古代 他是祭祀 祭祀 也是陪葬 也可以說是陪葬 他是祭祀 祭祀 然後如果是尊貴的部落長 祭祀了 他會跟著一起下葬 因為他以前的部落長 其實就是巫術的大巫師 他掌控這些東西 來統治人民 那紅山文化裡面有這種東西 很多人認為說 紅山文化這種東西 看起來像外星人 因為看起來怪怪的 看起來不像正常的人 對 其實那種人 他是戴了很多衣服 穿戴不一樣 他是巫師的打扮 巫師的打扮 所以他看起來怪怪的 你看這個戴著高帽子有沒有 對 就是巫師 是巫師打扮 以前巫師就是統治人民的首領 是 好 那我們也評估一下這個物件 價值多少呢 有沒有到袋 請欠價 三千元 這個 這個是 現在因為紅山文化很有名 紅山文化其實是二十世紀 出的時候就有 日本人就開始去發掘了 後來中國的考古學家才去 有系統的發掘 才發現說裡面蘊藏這麼豐富 結果全世界都在 關注的時候 這個東西古董市場就很貴了 動輒千萬上億 所以尤其是這個人 有什麼玉珠龍 西行龍 很貴 尤其這個 這個很少嘛 很少 所以很多人就在仿製 因為很多收玉的人 就喜歡收紅山文化 因為它很特別 又很少 所以現在在市場上 這種東西很多 那我 而且他這個 因為公佈的資料很少 所以一般人不了解說 真正的紅山文化那個人像 是長什麼樣 神人像長什麼樣 他也不知道 所以都亂買一通 不是說你亂買 是說 因為你沒有依據 所以我今天帶圖給你看 很難考究 所以要先學了再下手 這是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 你看這個人像 看起來像外星人有腳 真的 很怪啊 對啊 但是這個人像很特別 這是紅山文化獨特的東西 那這件是真的 在北京故宮收藏的 我們看下一件 那這個是紅山文化的 那個勾雲行紋 它有很多東西很奇怪 像這個也是很奇怪 像雲又不像雲 這個是一種 剛剛的人是一種 然後下一張 這也是勾雲行紋 也是紅山的東西 就看下一件 這裡是一件 這個是美國 克里夫蘭博物館收的一件 有沒有 收的一件 龍型這樣 就好像有腳一樣 好像是一個動物的龍的頭 然後身體是人的形狀 所以這是神人像 所以這個是真的 這才是真的 那你其他看到的 都是假的 好 謝謝 真的太少了 很難 太少了 對 很難繳資料 很難做功課 就很容易被騙 沒有 我都沒有做 廖老師 這一件其實我 也是讓我大開眼界 就是你要做舊去做慶舍 對 可以做到那個 就局部還保留它的原件 對 玉 這個很難 很少有人這樣做的 一般來講 你不要做慶舍 保留原件 它價格反而更好 比較好 對啊 光是那塊石頭 蹭重來 難賣就貴了 可惜了 弄巧成拙 沒辦法 就是要騙人家 是 好在你花的金額 不是太大 沒有啦 也不會虧太多 每一點點而已 下一個物件 好像也是對不對 這個青花當初買多少 這個喔 這個當初買兩千 兩千五 兩千五 這麼便宜 在哪裡 台北嗎 也是大東路 地攤 地攤 大東路的地攤 對 那淘寶就對了 它是淘寶 對 它都到處走 到處看 到處買 都賣一些其實怪怪的東西 所以賣古貝是在市東市場 樓上 不是 不是市東市場 市林市場 市林市場 對 這兩個市場都是 裡面只要有攤位 都大發離市 真的喔 大東路那我沒去 那個市東市場 那個市東那我沒去 市東那是高級的菜市 對 那我沒去 所以在看到地攤 有人在擺 你一眼就被它吸引了 青花嘛 越奇怪的東西 越會買 是 可是我說真的 這個實在是太亮了啦 危險耶 感覺賊光外露 那賣家有沒有說 他怎麼來的 賣家擺地攤的有沒有說 沒有啊 那個 這麼容易交易 大輪買的 跟大輪買的 他說這個怎樣 祖先帶來的 對啊 就是責任自負 對 對 兩千五百塊 看你要不要囉 但是東西對不對 我們先評估 再教您來看 來 請 請賤家 一千五百元 糟糕 這個喔 這個是這樣 剛剛靖怡講得對 因為靖怡主持節目 這麼多年 就是一看這個是 是 太亮了 太光了 太光了 因為喔 老東西 它一定會有老的味道 不是說暗帶無光 但無光反而是假的 就是它那個光是很柔和的一種光 是老光 因為這個光序 距離現在也有一百多年了 對不對 一百多年 它至少有一百多年的樣子 但是這個好像 太亮 剛剛燒出來的感覺 這樣啊 刮到那個油漏 都要燒出來而已 太金了 太亮了 太亮了 然後我們看它上面的畫工 這個也不是畫的 就貼上去燒的 用貼的 對 貼上去燒的 所以它看起來很整齊 沒有用筆的那個味道 古代是畫工一筆一筆畫的 現在因為畫不到那個味道 直接貼上去燒 這樣我們看不懂 對 就把媽學習 我也是學習來的 對 我從這裡看過 其實我現在也沒有在拍 是 所以買東西還是要很仔細 還有更多網路獨享的影片 方法也很簡單 只要按下訂閱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收到我們最新的節目消息 也不要忘了分享給身邊的好朋友喔 services 5 negro 5 5 補真